再给你这边补充一下 没事 我可能有 具体的我也有很多 可以待会再讲 但是就是比较general的 可以讲一下 就是前面几位嘉宾都说了 我就想说 就是你不要就是说 忽悦了那个human 跟interview的human touch 其实很多人好像觉得 那个面试官来就是练我 就是考我的 然后就好像一些互动 这些就不太有关系 我想说的是 就以我自己面试了 很多人的经验来说 就是说超级牛逼的candidate 就是你面了 你就觉得他要要的 这种有一些但不多 然后超级差 就是你面了 你知道不能怎么样 你也要的也不多 大多数人是在一个中间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过 但是好像也不是那么好 你说要pass他也行 就是在这样的border line上面 其实是什么 在让你做决定的时候 就是对面试官 你想他在 是一个面试官的之前 就你technical detail 我不说了 他其实是一个person 所以说你的 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些 你的manner 着装 态度 微笑 你给人的整个 整个的感觉 是不是 pleasant 是不是一个 让人感觉轻松愉快 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 然后尤其是这个 尤其是关键 就是说你是一个 junior职位的时候 就是刚才安妮老师说了 一个junior 或者是一个转行的 就是刚进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 tech的技术 要求并不是那么高 就是说都知道 你英特兰 你也做不了什么 junior 你也不太会 这些技术的东西 我都可以教你 但是就是说你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你是 就是是不是 一点就通 是不是能够 积极学习 这个就是 很大作用 就是还有一个 好像跟大家讲 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我前面 一个公司的时候 我们当时面英特兰嘛 然后就是面了很多人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看着 他当时面的时候 都已经 踏实了 就他缺失表现不怎么样 然后面了之后 都说可能 可能不行吧 然后他就给我们 除了一面 每一个interview都写了一封 他其实只有一个人的 email 他就给那个人 写了一封感谢信 然后就把 所有的interviewer 都感谢了一遍 他说请你帮我感谢 谁谁谁谁 所有的人都感谢了一遍 然后他说 我知道在面试的时候 你问我想做什么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想做比如说machine learning 但是我想告诉你 其实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然后就反正言辞 恳切地写了一整篷信 然后我们当时 那个同事给大家看了一下 大家觉得 这这inter也不错 对吧 他什么都愿意做 那总有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吧 那你就让他来做吧 因为其实对inter 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 你说他能来做什么 对吧 但他那个态度 就是让你让 你让大家知道 你是一个willing的人 而且你愿意take the extra step 去跟那个面试官交流 去表达你愿意做这些事情的意愿 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时候 就挺重要的 就讲这么一个小故事 对 非常感谢 对 爱丽这位五重对吧 我很同意 Jackie说的 尤其是她说 当你比较junior的时候 表达一个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个非常非常的helpful 我可以举一个反面的例子 其实前两天的半夜 我也在techland群里也说过 就是我什么都不愿意做 我们面了一个小哥 其实他coding非常强 我感觉应该是比我强的吧 这是因为他coding非常强 所以我们很想把他留下来 是因为我们是很大的公司嘛 有好几个对不同的highway manager 都招 是我第一个面他的 然后他面了 说了几句话 我不是很能接受 其中之一就是 他说他就想做NLP 那我们现在是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大model里面 有很多小model 其中确实是有一部分NLP 但是这个 我们又不是做NLP的公司 不是全部都是NLP 但他说的就是 他就对这个感兴趣 就想做这个 然后我作为manager 我很难保证 我the rest of my life I always have something you like 对吧 这个我很难保证 那我们倒不是想要pick on him 只不过是 这个我叫你来 我是希望好好照顾你 让你开心 那我不能提供 你想做的project 那你肯定不会开心 我也会很难过 所以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帮他了 但是因为他coding真的很强 我一看就是练过的 所以就把他推荐给 其他的队highway manager 结果呢 我们公司本来只有三轮 他一个人变了七轮 因为他整整跟五个 不同的highway manager 都聊了 到最后每个人都是跟我一样的意见 技术很强 但是实在是 不知道怎么照顾这样的下属 然后 记完之后还是把他给记了 这就是一个 证明jackie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当你非常junior的时候 你还是 至少表态 什么都愿意做吧 对对对 我这边想补充一下 其实这个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对于 可能很难想到这一层 但是很重要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IC你去面试的时候呢 你只想说 哎 我想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其实这个对于一个manager 因为是manager来招你 特别highway manager来招你 那他本身 更重要是他 他招你的话 是因为他想做什么 对吧 所以说 如果你想去一个公司 你想加入他的队伍的话 应该多想的 你想的角度是说 我加入他们公司 我能贡献什么 对吧 他们要 他的这个highway manager 他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怎么把我fit进去 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维 如果只是强调说 哎 我只想做什么 我说这个 我什么都不做 啊 这种东西 其实not helpful at all 对吧 因为 那handy manager说 我明明是想造架飞机的 啊 你就说 我就得造船 我只造船 我要造航空母舰 啊 那这就没法 这是不match 对吧 他不是说谁对谁错 这是说这不match 但是说 如果你的目标是想找个工作 那你应该想的是说 我加入这个队伍 我能贡献什么 对吧 这队伍在做什么的 我的这些东西 怎么能够共性过去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然后在你准备你面试的过程中 怎么样去准备你的故事 怎么样准备就是说 去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会更有办理 对吧 对吧